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私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是呀 元醫生 我們一直都聽過有一句說話 就是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聽了很多年了 不過最近我在網上發現到另一個論調 就是說香蕉的療效比蘋果更加有益處 你有沒有什麼和我們分享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都明白 其實我們的身體 食物是我們最好的藥物 我們叫做醫食同源 希波格拉蒂都說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一般的教育 健康教育 通識教育 其實很可惜 沒有什麼真正教我們怎樣去保健 怎樣去照顧自己的健康 很多時候只希望我們依賴一些專家醫生 但是你看到結果 我們用的費用 香港醫用都成800億 但是我們的健康是指令越來越差 雖然表面上我們是長壽的 香港人是全世界最長壽的 但是香港人是否因為長壽 但是醫療費用為何越來越高呢 所以長壽而不健康 都是不太有用的 好了 最近我們在網上 我經常都接收很多很多的資料 今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網上有個資料 題目就說 如果你每日吃兩隻香蕉 一個月之後 你身體會變成怎樣呢 大家有沒有興趣聽 哇 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真是很貼身的一個問題 好了 當然 香蕉大家都吃過 很飽肚 增加我們身體很多的能量 它亦有很多的必需要的營養素 有高的纖維 它那個糖分都是比較健康 如果香蕉裡面的糖分 是不是 你看到它們的食物很好吃 很多人都喜歡這樣 帶著一些食物 簡單食物 當然有時候會帶著蘋果 但是很多人都帶著香蕉 因為比較跑道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對香蕉的認識 我們都不是那麼詳盡 其中一件事 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香蕉 發現香蕉裡面 有很多黑點 還有黑點就越來越大 令到黑點 人們一般以為看到黑點會怎樣 好像變壞 就是這樣 我都不太想要 看到它這樣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看到黑點 就以為它壞了 有時候以為它扔掉它 對不對 這黑點是代表另外一套 完全不同的東西 其實這黑點代表什麼呢 這黑點當然是代表香蕉越來越熟 但原來這些黑點越多 其實越來越好 原來這些黑點代表什麼 這個香蕉的黑點 是代表它有一種特別的成分 我們叫做Tumor Neclosing Factor 就是說是一種專門幫你融化腫瘤的分子 叫做Tumor Neclosing Factor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們越多 那個醫癌 那個對付癌 那個能力 就越強 嗯 就是有這樣的 就是它那個香蕉 出現了那些黑點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豐富 這個TNF的成分在這裡 就幫我們去溶解那些癌細胞 是啊 原來這個黑點是代表這個叫做TNF 這個叫做Tumor Neclosing Factor 是越高的 這個TNF是幫助我們的身體的溝通 跟我們的免疫能力溝通的 是幫助我們的身體的細胞 進入我們的腫瘤的地方 或者發炎的地方 或者感染的地方 從而更加有效地處理它 嗯 所以這些黑點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來的 所以不要怕 不要看到這些東西 就丟掉了它 是 是 所以很多的 最近的研究 都發現這些香蕉裡面的TNF 是可以阻止腫瘤細胞的成長 還有那個蔓延 還有導致那個細胞本身的死亡 我們叫做Apoptosis 就是自我毀滅的死亡 嗯嗯嗯嗯 好 那為什麼呢 原來這些黑點 是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會加強我們的免疫能力 也增加我們白血球的數字 是 那大家知道 我們身體 怎樣打感染和癌呢 都是白血球的 所以白血球多 是很明顯 是會令到我們這個 處理這方面的能力越強 那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呢 是一定要吃 吃多一點這些 這樣的食物的香蕉 那當然呢 香蕉有很多其他 很好的療效 很多功用的 是 那譬如 那 那血壓 原來呢 大家知道呢 香蕉有很多甲 是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蠟 所以你知道呢 甲是對身體很好的 會減低我們的血壓 亦都我們防止我們的身體 就是心臟病發 以及中風這種的問題 是吧 嗯 好了 那還有呢 就是火燒心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胃不舒服的 嗯 吃了之後呢 就是吃了飯了 就是好像胃腸 胃腸而不舒服的 胃酸過多 那我們發現呢 如果你吃了香蕉呢 在短短一分鐘之外呢 這些天然的抗酸的成分 就會出現的了 那你即時就覺得舒服了 那所以呢 那你呢 一不舒服呢 嘗嘗呢 就立即吃 吃香蕉 好了 還有就是噴血了 噴血的人呢 可以吃香蕉的 那因為呢 它有很多鐵質 是 它要刺激我們那個 那個 Hemoglobin 我們那個 血小板的出現 是 好了 還有當然呢 是累的人喜歡吃什麼 吃香蕉 因為增加精力 它豐富抗米鹽 維他命啊 還有呢 它那個低血糖的指數 嗯 還有一件事呢 那個香蕉可以幫助什麼呢 幫助我們那個 情緒低落的問題 嗯 原來香蕉的一種成分呢 我叫做 Tryptophan 叫色安酸 Tryptophan 通常呢 牛奶裡面有 巧克力裡面有 是 很多人呢 就臨份呢 就會吃一些 巧克力 黑巧克力 或者喝杯牛奶 那因為呢 裡面的那個Tryptophan 色安酸呢 是令到我們呢 個人呢 情緒呢 就是安靜一點 可以容易入睡的 嗯 但是呢 這個Tryptophan 這個色安酸呢 是我們身體呢 在消化的時候呢 就會成為一個 就是我們血清素 大家都聽過血清素 是 那血清素呢 是幫助我們呢 是抗衡那個 那個 情緒低落的問題的 那 血清素呢 是一種傳遞的訊息 是一個神經傳遞的訊息 是令到我們開心啊 令到我們放鬆了啊 還有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感覺呢 那個Mood呢 會好一點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當你感覺那個 就是 覺得情緒低落的時候呢 記住呢 埋怨一下 的時候就吃一樣新香蕉 對啦 那就可以隨便拿一隻香蕉來食一下 哈 好啦 那麼除了這個 有 kurz下去 for yourself 還有些什麼好處呢 最常不知道呢 通常年每個人 就是會處理蕨啦 到某些毛病的 那下面呢 其實這方面呢 非常多年前呢 好像 advisola 很多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是用老鼠族的实验证实了香蕉对付我们的胃肺药是非常之好的 但有时直觉上都会感觉到 香蕉有些黏液在里面 好像口口伸在外国在很多研究 发现吃香蕉的人胃壁的黏膜是一直会增生的 就像形成了一个保护膜 所以吃香蕉又是吃大蕉 香港也有时见到的大蕉 比较生的大蕉 这个保护膜的成分是更加高的 还有这方面就是温度 有些人觉得很热 所以为什么在热带地方有很多香蕉树 原来香蕉是可以帮我们降温的 或者当你有发烧的时候 你也可以试一下 可以用香蕉是帮我们降温的 除了发烧的时候 我们要病人多喝点水 其实现在又可以加强一样 给他们吃香蕉也可以 是的 好了 还有是情绪 尤其是有些精前症症候群 有些在精前症症候群 有些在精前症候群 感觉压力特别大 可以立刻用香蕉 因为调理你的血糖水平 维他命B很丰富 知道维他命B对我的神经系统很好 令到人觉得他人很舒服 改善他情绪方面 会立刻改善 好了 我们知道香蕉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有很多纤维 所以香蕉对我们的便秘都很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说 一个好的糞便是应该怎样的 如果现在这样看 应该像一条香蕉那样 是一个成型的香蕉 在水底 不要浮在水底 不要浮在水底 不是很多气泡 所以香蕉是帮助我们的处理便秘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腸道的鱼动 是减低便秘这方面的症状 所以你看到 其实香蕉的功效是很惊人的 我有本书很久以前 这本书是 Food Pharmacy 它说了50种食物的好处 这本书差不多 很多年前的书 大概1980年 Bentham Book 差不多30年前的书 这本书也有提及 原来在香蕉做过研究 因为过去一般人 都觉得香蕉是一种营养的食物 是 但是没有研究过香蕉在医疗方面的研究 这本书也说了108年 我看到一些资料 原来在印度 1954年 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是用香蕉去医疗的胃绘养 以及12指肠的绘养 这两类绘养的绘养 它就进行一些 和胃绘养这方面的 除了香蕉 还有大蕉 大家知道 大蕉作为医疗的效果 更加更加厉害的 其中一个 它就是用老鼠做实验 给老鼠吃一些药 令它很容易出现胃绘养的药 发现 如果你同时 用香蕉来处理它 胃绘养的出现药 减少了很多 只剩3分之1 其他人吃这些胃绘养 就是会制造胃绘养的药 会出现胃绘养的药 但如果从事用香蕉 起码减少了 起码是3分之2 不会出现的 还有 香蕉的治疗 胃绘养的作用 就不是一种抗酸药 大家都听过 有一种抗酸药 很多人都用的 是Simetadine 或者Tagamate 很多人都用的 发现 这些抗酸药 其实是会令到胃绘养的 胃绘养的更加薄弱 但是有一种药 这种药 是叫Carbonocilin 这种的胃药 它的作用 不是抗酸的 它是帮助你增加胃绘养的厚度 所以它的作用有些不同 但是这种胃药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它会令到我们的血压增加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抗酸药 也是弱的副作用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 发现大椒或者香椒 会令到我们的胃壁的厚度增加 增加我们的保护力 但是又不会令到我们的抗酸药 不良的副作用出现 是的 好了 根据这个资料 这个人已经很久了 他们也是用大椒和香椒的纤维 去处理血的心脏病 当时也很关注打固醇这个问题 虽然我跟大家说 是2016年4月 美国的FDA 已经觉得打固醇是无关同样的 最近的资料 如果一个人是四十六岁 七岁以上的人 打固醇越高是越长寿的 所以打固醇 可以这样说 大家都不用太过紧张 除非高度是很离谱的那些 纤纤性的特别高 可能也要处理一下 主要为什么打固醇 不要再理会它呢 因为打固醇是八分之八十九 我自己干自己做的 那自己试上下 身体会不会做一些事情 来弄伤你 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 打固醇可以这样说 是不用太紧张 其实越高是越好 尤其年多大的人 是完全不用理会的了 好了 根据这个研究 他当时是用那个香蕉 熟的那些生的香蕉 生的那些大蕉 不是那些熟的那些大蕉 做这个研究 那发现呢 是令到那些老鼠 那个好的蛋护醇 是会增加 坏的蛋护醇 是会减的 减到成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那么多的 那当时以为呢 可能因为那个 那个山的大蕉里面呢 有一种 有一种纤维呢 叫Hemicellulose 是 那可能这个原因 是 但现在最近发现呢 其实呢 香蕉有一种的成分 叫做Pactin Pactin 是那种纤维的 是 是 苹果有很多这个 是 很多就是食物的果的 生果的纤维呢 是 其实这个呢 已经证实了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那个蛋护醇的 是 又不用吃很多 那都有这个的 是这个的效果的 是 所以呢 其实你吃到 就是多为一个医疗的作用 那可能吃大蕉 比较生的大蕉 那个效果呢 是那个处理胃固羊的效果更加好 但是你吃到一些熟的蕉 也都不用担心 是 是 是 刚才有 刚才有那个说过 那个TNF 那个特别的指数 在那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解了 香蕉的治疗的功效了 嗯 好 今天麻烦了 多谢了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那个香蕉的那个的疗效了 那 那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呢 可以透过Skybe 和袁医生在网上做个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的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三个W dot source 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谢谢袁医生今天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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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